hello 欢迎学习爬春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另外一个新的知识点 叫做切换页面 切换页面 切换页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些时候 比如说我打开了一个百度对吧 但是我在百度这个页面上面 我还需要做一些操作 说的话 我不能将当前这个页面把它给关掉 对吧 我可能的话需要什么呢 我可以这样来做啊 这样来做 只要说我现在在百度这个页面对吧 3w点百度百度点看对吧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 做完一些东西 我发现这个页面我不能关 但是我需要一个新的页面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在这边点一下 打开一个新的页面啊 对不对 就是我现在这个地方打开这个豆瓣 豆瓣点开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可以打开一个新的页面 然后的话在我们的浏览器当中 可以存在多个页面 对不对 可以存在多个页面 好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就叫大家来实现一下这个功能 实现完这个功能以后 就是说在一个浏览器当中 能够实现打开两个页面以后 接下来我再来教大家 怎么在页面之间来进行切换 好 那么我们首先先来实现这样 第一个功能 那么我们实现第一个功能 就是打开这个页面的话 我们需要建筑一些 需要建筑一个什么呢 需要建筑一个Jarscript的 一个这样的代码 因为Jarscript当中的话 它可以方便的去打开一个新的页面 可以方便的去打开一个新的页面 只要调用这个 在Jarscript当中 当然在Jarscript当中 只要调用这个window.open 然后里面跟一个UR 就是跟一个链接 那么的话我们浏览器就会自动的打开一个新的页面 打开一个新的页面 那么在我们的什么呢 Jarer当中 它就有一个这样的方法 专门用来执行Jars代码 对 叫做什么呢 SECUD 就是用来执行Jarscript的代码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方便很多了 我们只要将这个SECUD Execute 然后的话再跟上这个window.open 就可以打开一个新的页面了 对 好那么我们这个版来试一下 好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pizem 那么我们这里 就是说在讲解正确的打开这个页面之前 我们手机的话 先用一种 就说大家可能会觉得 那样写应该可以的一种真的方式 怎么写呢 就这可能有的东西就会想是吧 老师你这个地方直接给一个Jarer Jarer点get可以打开这个百度 那么如果我要打开一个豆瓣 那么我是使用这个方式也可以打开呀 对 好 那么我们就先来试一下这种方式 好吧 好 这另外就是打开完百度以后 再去打开这个豆瓣 看一下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好吧 好这个呢 我们右键 先把这个关掉 好 现在是百度对吧 百度完以后 他马上跳转到这个豆瓣页面 确实是打开了这个豆瓣 但是发现一点什么不对劲 他是不是在当前这一个页面的基础账 打开了吧 对对 那么有些时候我们要去爬取 多个页面的时候 第一个页面都还没有爬完 你马上就给我跳转到第二个页面去了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肯定不行 对对 那么我们就说你打开这个豆瓣的时候 你把那个百度那个页面还给我留着 对对 是不是应该这样子 好 那么这点这点话 我们就应该要那个什么呢 Jarer的那个东西 注视一下 然后是Jarer点那个什么呢 也是 直接Jarer大门啊 open window.open啊 这地方需要跟一个ur 比如说跟个hdbs啊 然后是那个3w.豆瓣.com 对吧 保存一下 呃 这里方少了个斜杠啊 好 再来走一波 好 这样的话 是不是之前百度这个页面还是存在的吧 对对 然后的话 在新的一个页面当中 又打开了一个豆瓣 对对 又打开了一个豆瓣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借助那个啊 Jarer script的一个账号代码来执行我们来来实现一下我们的这个功能 哇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啊 好 那么讲完这个东西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另外一个功能啊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打开的这个呃都罢对吧 那么我怎么去切换到这个上面来呢 对啊 那么这里面一定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点是呢 虽然你现在在这个浏览器当中啊 虽然你现在在这个浏览器当中啊 虽然你现在在这个浏览器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走一下 虽然啊 现在你打开这个豆瓣这个网页网页的时候这个呃在这个浏览器当中它是已经切换到这个豆瓣这个页面来了对对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代码层面啊 在我们的代码层面 这个dryver的话 它其实还是停留在这个百度的这个页面上面 明白是吧 那么怎么来验证我的这个说法呢 非常简单 这个dryver上面有一个属性啊 dryver上面一个属性叫做什么呢 current ur啊 current ur代表的是当前啊 这个网当前我这个啊 指线的这个页面 它的那个ur啊 那么我们这个来打印一下啊 好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把它给关掉啊 再重新来走一下 好 那么来看一下啊 下面的话 这个地方dryver下面的那个current ur 是不是还是这个百度啊 对对 还是这个百度啊 所以这地方的话就说明一点啊 如果你想在这个啊 如果你想啊 在网在这个浏览器当中切换过来了 然后你这个什么呢 这个dryver 你也要切换到这个页面上面 那么这的话 你就应该要调用一下我们的这个方法 就是什么呢 switch to window啊 切换到某一个window上面 切换到某一个窗口上面啊 那么切换到某一个上的窗口上面 这个里面要跟爱窗哪一个值呢 这个里面的话啊 你就需要首先先获取到这个window handed的啊 就是获取到这个啊 窗口的那个巨柄啊 窗口巨柄啊 那么这个窗口巨柄怎么啊 这个窗口巨柄的话 是怎么拿到呢 他有一个这样的window handed的 这个还有window handed的 就是一个这样的列表 这个列表当中的话 就装的是所有的那个窗口的巨柄 那么的话 他会他会按照你打开的那个数据 然后来进去排序 那么你刚开始打开的是百度 那么他的那个窗口的巨柄 他就是在这个window handed当中的第0个位置啊 然后这个豆瓣的话 他就是在这个啊 里面还有window handed的 window handed的里面的第1个位置啊 第1个位置啊 那么我们要去把它给切换到豆瓣 这个页面的话 我们就应该要选择到第1个window handed的啊 再把它给切换过去 好吧 好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代表当中啊 这的话 我们在打印这个carry约2之前 我们手机的话 现在呢 切换到豆瓣的这个window handed 切换到豆瓣的这个页面好吧 那么就是driver点那个什么呢 switch to window 然后这个里面他有driver driver上面有个有个属性叫做什么呢 叫做啊 window window handed的啊 window handed的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把第1个黑的 就是把第1个那个呃 文件巨柄把它给取到好吧 那么我们这地方哈 在取之前 我们手机的话 现在打一些这个意见面好吧 present的下这个什么呢 driver点window handed的啊 保存下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给关掉啊 这个地方我们右键 再来执行一下 好 好 那么现在是在页面当中是已经到第二个页面了 对不对 那么在我们下面来看一下的话 手机的话 我这地方是不是打印了两个那个窗口巨柄呢 当然这个窗口巨柄的话 它是转过着字幕上的形式 再把它给打印出来啊 在类似当中的话 它肯定不是一个这样的形式啊 好 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 第二个的话就是打印出单前的这个意望 是不是从之前的那个百度转变成了那个多棒啊 对不对转变成了那个多棒啊 好那么这个东西的话 大家大家千万一定要学会啊 一定要学会 因为你想一下哈 比如说我现在在爬仇 我爬 我爬到这个地方 爬到一半的时候 我需要我打开另外一个页面去爬 打开另外一个页面去爬 那么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你不切换过来的话 至现在这个之前这个dryver 还是停留在这个页面上面啊 所以你在爬那个数据之后就爬不到 明白明白明白 所以这个的话你就应该要什么呢 让这个dryver 切换到这个新的这个窗口当中 你才能去爬这个里面的这个内容 OK好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啊 包括什么呢 包括这个卡里的URL 以及这个什么呢 print 上面还有个dryver.page resource 对吧 page resource的话 它也是跟随你这个dryver 当今指向的是哪个窗口来决定的 那么如果你没有切换的话 如果你这个地方你没有切换 这时候的话这个page source啊 它就是等于这个百度 那么如果你这个地方切换到的豆瓣 这个页面的话 这个page source 它才是指向的是这个豆瓣的这个页面 里面的这个原代码 好吧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啊 这个大家需要注意啊 来写一下啊 虽然在窗口中啊 切换 切换到了新的页面啊 但是dryver中啊 还没有切换对吧 如果想要在那个什么的代码中切换 切换到新的页面啊 并且进行爬筹啊 并且做一些爬筹 那么应该使用什么呢 dry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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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什么swish dryver swish to window啊 来切换到指定的什么呢 指定的那个窗口 然后是那个啊 到底该用哪个窗口呢 应该是从这个什么呢 dryver dryver wndw wndw hendless中取出啊 具体的几个窗口啊 这个dryver啊 点window handless sandles啊 是一个列表 里面装的都是文件巨饼 不是文件巨饼 是那个窗口巨饼 他会按照打开 按照打开页面的顺序 来啊 顺序来存储啊 来存储 存储 页面窗口的巨饼啊 好 那么这是这一个啊 这是这个啊 大家需要注意啊 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期课程啊 就讲到这地方啊 大概的话啊 在课系里面也自己去练习好吧 OK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课程讲到这地方 感谢大家